本土剧女星26岁就当婆婆 聚会晒揪打麻将画面 小甜甜仙姑修行被曝光 赖慧如在本土剧中超龄演出婆婆 为了帮吴源媳妇出一口气 决定搬到儿子跟媳妇的家去捣蛋 赖慧如还邀请市场朋友来家里打麻将 演员红毛、马国碧、张可云、小甜甜等 人还边打麻将还边酸媳妇 全场闹哄哄的 赖慧如说 大家的台词都太好笑 连续笑场MG十多次 最后是捏着大腿忍笑完成 赖慧如在剧中十分痛心 最后决定要去扰乱儿子跟媳妇的生活 本来很开心 觉得可以好好的玩一下 没想到台词是多到爆炸 最后都很像在念rap 被问到怎么把婆婆演得如此传神 赖慧如说自己从小就跟阿嬷一起长大 所以街坊邻居的婆妈形象都有植入脑中 虽然剧中都穿婆妈的衣服 赖慧如仍被发现身材又更苗条了 赖慧如说最近忙练歌又练舞的 全力准备黄金岁月演唱会 很久没唱跳的他表示 这一次的表演一定要让观众大饱眼福 可以拭目以待 而小甜甜和宋敬贤的离婚官司还在持续中 小甜甜除照顾女儿也认真拍戏 这次仙姑造型让大家笑歪 红毛表示这一场打麻将的戏 大概都笑场一十次以上 赖慧如则分享 这场戏不夸张各个笑到流泪 还因此MG十多次 最后是大家决定不看红毛的脸 才完成拍摄 也希望观众可以透过婆婆大闹媳妇家 一姐闷气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